重生的兒子在初中階段確診焦慮症 他很努力地幫兒子 希望兒子可以儘快重回正常的生活軌道 但兒子的病情反而變差 最後連重生自己都患上焦慮症 我記得當年人人都在睡覺時 我就會起床跳起來 就像一隻被人追打的老鼠一樣 在家裡周圍走 那時沒辦法 唯有用藥為了控制自己 後來重生冷靜下來 過不到順其自然的重要性 他開始明白作為照顧者 照顧有病患的家人是一世人的事 自己都需要詮釋空間 才可以為兒子帶來康復的新契機 機緣巧合我帶了兒子 去家長親屬資源中心接受服務 我兒子一向很喜歡運動 義工帶了他去參加他們的足球隊 他十分之喜歡 每個禮拜都去參加 他無論是身體 或其他各方面都有很大的進步 在社工鼓勵下 兒子入讀職業訓練局 並已經完成學業 重新也在家長互助小組 分享經驗 鼓勵和安慰其他同路人 照顧者面對家人患病的時候 其實面對著非常沉重的壓力 其實照顧者都不是自己一個人支持的 社署資助了很多社區支援的服務 希望可以協助照顧者 去度過照顧的挑戰和難關 想了解更多有關照顧者服務資訊 可以致電24小時照顧者支援專線 182、183